南京,南京,一部记录日本帝国主义,侵略南京十惨无人道,灭绝人性的故事。 电影由陆川导演刘烨、高元元、范伟、秦岚等主演的战争。 历史电影,电影全长132分钟。 2009年4月在中国大陆上映,电影从1937年的12月,国民党没有守住南京城,大批国民党士兵溃逃出城,但也仍然有大量的士兵留了下来保卫南京城,开始在南京城的街头巷尾展开惨烈的抵抗。 当中就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队员的陆建雄,最终在抵抗以失败告终,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杀害,南京城成为一片被血染成的红底。 但在基宁女子学院内,有派安全区,德国驻华大使馆。 在这里,大量的难民因为拉贝的纳粹身份而暂时获得保护,免遭日军的暴行。 暂时,大量的年轻女性涌入安全区时的日军队演中,所谓的安全区普世丹丹,日军举行庆典,以为安妇来犒赏军队闯入安全区,抓去并枪尖了里面的女性。 此时的大使馆的拉贝也即将回国,不料被唐天祥得知,唐天祥为了保护妻儿,向日军透露了情报,可是日本帝国并没有买他的账,还把他的小女儿扔出窗外。 为了让安全区域的人们度过冬天,江书云答应日军提出100名女性的无理要求,在性爱途中搅穿,把小江当成了自己喜爱的百合子。 再看到小江尸体被拖走后,他开始产生不良情绪,电影的最后拉贝试图把唐天祥夫妇一同带走,但日军百般阻拦,唐天祥还惨遭杀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